一定拼盡全力 代表所有台湾的人民 扮演未来国会最大党监督的力量 同时要展现出改革进步的价值 对于未来所有民众关系的法案 国民党一定身先士卒 一定拼战到赌 对于国会将来功能的改善 以及国会所有改革的法案 国民党一定全力以赴 我们也要结合所有在野的力量 让所有改革的力量能够展现出来 所有进步的价值能够展现出来 那同时我们也最重视的 要跟全民报告 我们一定团结一致 团进团出 对于我们立法院2月1号 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选举 大家都强调 第一我们国民党一定要团结 但是我们重视党内的民主机制 也就是所有的委员都可以表达他的意愿 表达他对民主的期待 那最后我也特别要谢谢傅昆琪委员 他特别主动提到 他一定全力的力挺韩国瑜 韩院长 他也愿意跟江启成 江前主席西丑合作 共同在立法院打拼 也支持江启成 能够成为我们副院长的候选人 在全体我们立委同志大家一致的决议之下 我们国民党正式宣誓 我们韩国瑜成为我们国民党立委提名同志 也会报星期三的中常会来通过 江启成同志成为我们副院长的提名同志 我们也会报星期三的中常会来一致通过 最后我特别跟大家报告 未来我们国民党这些重要资深的委员 以及全体的委员都会协助 韩国瑜院长江启成副院长 能够顺利的通过2月1号的挑战 团进团出出 全体的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都会亮票 而且我们希望未来立法院尽快的通过 院长副院长的选举办法 一定要改为记彼投票 让民主进步的价值展现在国人的面前 立法院院长副院长的选举 非常的重要 再也所有的反对党大团结更重要 要特别感谢福昆奇委员 能够顾全大局 能够牺牲的小我 然后让国民党能够团结和谐的出发 事实上这段时间他真的是尽心尽力 在立法委员选举期间 他也对每一个委员非常的关心 所以很多委员都跟他产生良好的情谊 他的息贞非常的大 但是个人一点都不重要 未来的总统很清楚 是台独纲领 如果立法院 这次韩国瑜江启臣有幸 得到立法委员的支持 我们非常清楚 中华民国宪法下的九二共识 是我们要走的最重要的一条正确方向 很多民众对我们的阴影期盼 有这个机会 我们一定会全力支持国会的改革 让每一个委员 都能够代表他的民意 好好的为老百姓来打拼 谢谢大家